空腹園 大家可以看到空腹園 他們現在在發這張路徑健康宣告表 就是每個人都要 現在大家陸續上船了 那一個人 一艘船大概坐9個人 出發吧 其他旅行團也在陸續登船 那他們有的團是比較專業的 就是可以看到那種全身的情形 那我們這邊呢 就比較隨興一點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帛琉的大段層 是當地最正面的一個深淺點 那它落差最大的地方 會高達600公尺 我們等一下就會沿著這個落差的地方 一路往外面看過去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跟這裡 到News的鏡頭一起往下吧 Weber will be the last one down 可能太久沒出國了 一出來覺得好放鬆 心情又很好 還有很開心很開心啊 海底的世界真的好美喔 我以前不喜歡海 經過這兩天突然好愛上了海 我們就在這邊 然後我們在這裡 把這裡放在這裡 很不舒服 但沒有需要有保護 今天我們 dy面 我們就好 我們在這裡 車子 大家準備要離開波流了 我這次天過流有點久耶真的 但回到台灣之後下一個考驗才開始 應該要檢疫五天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不是規定每個人 要一人一室然後獨立餵浴嗎 可是因為我家沒有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就出來外面住旅館 那我當初以為說一定要住 防疫旅館才可以 但其實是住一般的旅館也可以 但前例是要讓對方知情 然後對方願意收你才可以住 那我現在個人人在星光醫院 今天已經是第五天了 4月9號那我要來做篩檢 那我剛剛交完資料了 那我的號碼是23號 那這也是篩檢的入口 我現在才能住到 我來到這裡 我今天是到處裡 我今天會用到最大的海峽 我現在就把海峽車 我現在就要去不斷 我現在就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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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要去看